大家我是Ben 又來到我們造型研究所的單元 上一次我們做KRV 然後做了好像三篇還是四篇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這一次我覺得Force 2.0 我看一下我背後的顏色藍色 我特別挑了一個顏色來搭今天的主題 YAMAHA的藍 這一次Force 2.0 我覺得他也蠻值得來做一些調整 來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畢竟他剛發表的時候 以我自己設計人的角度 我都會覺得這個車頭真的相當的大膽 再搭上後面的外露車架 跟比較粗獷的網格 當時我覺得有一點頭大屁股小 然後風格組態起來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YAMAHA的特色 因為在我們第二天試駕的時候 看著看著你就覺得好像變順眼了 好像一開始看不順眼是我的問題一樣 好那我覺得先問問各位 你們覺得從一開始發表到現在 我相信會看這一篇 表示你對Force 2.0也有興趣 你看到現在 你有覺得這個Force 2.0有越來越順眼嗎 還是你覺得沒有 好沒有也沒關係 因為或許有在經過我們等一下的調整 你會不會更喜歡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今天這一篇的意義 就是帶著大家一起來看看 他在其他的變化底下 會不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那這一次Force 2.0 我覺得可能我們會做兩篇 那第一篇的部分 我們今天先帶大家來最基本 然後最實際的需求 比如說長風鏡 車子的顏色 輪框顏色 然後後照鏡的位置 吐出 吐出拿掉之後會是怎麼樣 這些組合 我們來組合看看究竟Force 2.0 在這些調整之後 會不會造就出不同樣貌的風格 那下一集呢 或許我們就來做一個比較完整的 這個紙上改車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囉嗦 我們直接開始 好的 那我們就打開這個左前方 因為我覺得左前方 其實可以同時看到左側 又可以看到一點點車頭 這個比較像是一般人看到車子的樣貌 接著我們就來去掉一些 我覺得可能比較累贅的東西 來還原出他本來設計師 想要傳達的車身造型 那首先呢 當然先從後照鏡開始 這個原廠後照鏡 這個後照鏡去掉 整個舒服度就好很多 再來呢 其實那時候 我看到他發表時發表當下 我就想說 現在車其實都有下突出在輪下 為什麼他不把整個車尾的大牌 移到輪下 讓他車尾乾淨一些 因為畢竟 我覺得現在比如說像DRG KRB 他們都會有這樣子的概念 當然這一次我覺得讓大家比較失望 就是他後面變成一個雙槍避震 所以後面有大牌又有雙槍 其實他整個複雜度 看起來沒有上一台這麼的車尾 那麼的簡潔 但是我覺得他這次車尾那個燈 一條的燈真的做的特別漂亮 然後他們又特別在車尾銷出一個碟型 來創造出他的這個俐落的感覺 這個大牌就有點可惜 那我們今天就先把這大牌給移走 假設我們從正面來看 他應該從下面把他去除掉 應該就不會出現 好 那他的方向燈 我們也先把他移除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一般市售 市面上的改裝方向燈真的非常多 那我覺得之後可能也會有廠商 會利用他後面那一條燈道去做一個中和型 比如說同時是煞車燈 也同時是方向燈功能的一個燈 整合在一起 讓他不要車子 掛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元素 當然也有的人可能會把他往下掛在別的位置 好沒關係 總之我們現在就是要先把他的方向燈去掉 這個畫帆微簡就是一個讓車子變好看的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那在我們簡單的去一下之後 他現在車尾就呈現出比較俐落的感覺了 因為他只剩下後避震器 那其實我個人非常建議 如果你買這台車 當然他後面雙槍沒辦法再改為單槍 但是他露出來的那兩根在你去掉後翹牌之後 你就可以改別比如說一個掛屏的避震器 改上去之後他整體的精緻度 整體的好看程度就會大幅的提升 因為你從車尾 我從後面直接看你的車尾 就直接看到兩個改裝掛屏 如果他是Olinx是不是很帥 整個炫耀的感覺 那現階段我們先不去改後避震的品牌 我們先用原廠的樣式去修正 我個人是喜歡這個全黑的輪框 所以我們先針對輪框的部分做一些變化 把他顏色調成黑色 後輪框他現在以他原廠澎湃的樣子 其實他後輪框看起來是黑色的 所以我覺得後輪框是不需要動太多 甚至不用去調色 因為他現在原廠所配的框是一個霧面的框 所以如果霧黑色的框 嚴格說起來他在光下面看起來是灰色的 好沒關係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要動了 再來我覺得回到最基礎的造型的部分 這一次也是我覺得大家看了覺得最不習慣 就是他的車頭 因為他們有講解到 他們希望他造就出一個輕盈的感受 所以他們特別把這個車頭 除了做了很寬的霸氣之外 他們把往上移 往上移確實我覺得讓他下面的這整個輪胎的空間 整個被拉的很寬 然後會變成是大家看到這個前面 車頭的那個開口 都有點不習慣 覺得那邊好像少了點什麼 車尾再加上那個非常平整的椅墊 導致這個頭非常大 但是車尾非常薄又非常小 好這一點我也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其實以我們設計人的角色來看 最近幾年新的一些這個市場上面 你會看到很多的設計是打破過去的觀念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用真的美學角度來看的話 他不符合人所看到的那種最美的比例 但是在那個流行的當下 其實你就會慢慢的接受他 這個是很有趣的點 那我覺得現在新時代有走一個風格就是 他不再像過去一樣 這麼的有那個所謂的道立可行 好我給你們看一個 你們先用腦袋想一下 過去的MOTO GP的賽車是不是很流行很漂亮 我這邊剛好有 抱歉這個灰有點大 插一下插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這個是Ducati 2012年的廠車 這個大家看得到嗎 其實他的油箱跟他的車尾 還有他的風鏡的那個弧線 還有他車側的這些弧線 他都有呼應到 讓他看起來整體的比例是非常的漂亮 那這種設計造型就是我們過去 常常很容易看順眼的一種設計風格 我大概就是八九成都會喜歡他的一個安全的範圍 但是我給你們看 我今天要給你們看的就是一個打破這些原則的一個條件的車款 Ducati的GP廠車GP20 他車尾為了加裝一些奇奇怪怪的科技配備 所以他排氣管後面多出了一塊東西 你從這張圖的這個角度看 你是不是覺得很怪 過去我們都覺得車尾就是要短 然後要收的很尖 他看起來才比較有賽車動感 但是Ducati他就打破了這個規則 他後面竟然給你一個方形的一個車尾做結尾 油箱的部分跟車尾的斜度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應該說如果我們以過去的美學來看 他應該是要盡量是順著 但是現在油箱他是比較平的 椅墊是有個斜度 車尾是更往上翹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後靠整 然後再加上其實他的車頭 就跟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FORCE 2.0 有點雷同 因為他的車頭也是拉的很高 讓輪胎跟這個車的整流罩 距離中間拉出一個空間 一開始剛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Ducati的這個美感 我真的是看不懂 但是說真的經過兩三年之後 的這個MOTO GP的洗禮 其實我個人覺得他走出了一種拼貼 我覺得是一種新世代的一種設計風格 因為當你所有的設定值都遵循人類 看起來最漂亮的完美比例 怎麼看好像都是這麼的沒有創新 跟這麼的熟悉 好回歸到今天的YAMAHA 我覺得今天的FORCE 就有一點這樣的意味 試乘會的時候跟他們的設計師聊到 他們也說他們就是想要創造車頭非常寬大 車尾非常窄的這種不對稱的比例 車頭的部分你看到他兩側的這一塊 他特別做的非常柔性 然後有一些弧度 然後上面還做了一個很像遮角 很像那種布啊 那種軟性材質的遮角 但是到車尾的部分呢 他這邊又做出了一個網格 跟很像一個金屬車架的感覺 比較粗狂 所以這兩個元素 大車頭跟小車尾 跟前面的柔性跟後面的鋼性 這就很像是剛剛我講的 這個Ducati廠車一樣 他是一個很大膽的拼接 是跳脫過去 我們所謂好看的框架的一種嘗試 好最終就招就出今天這個樣子 好了儘管這個是他們的概念 然後我覺得我可以了解他們這麼做 但是看不看得順眼 其實最主觀還是在你們各位的眼中 坦白說他們的設計 就跟我當時發表我講的 YAMAHA就是他可能如果以其他家車廠 他可能做這種八九層讓你看得懂 剩下一層做一些小小細節的創新 但是YAMAHA他可能就是給你做個七層六層 讓你看得懂 剩下三四層就是讓你們一看就覺得 這個我看不太懂 比如說像Vinora那兩個圓燈 一開始大家也是多所抱怨 看著看著你就隨著時間看習慣之後 你就把那個三層兩層把它填補起來 第一時間發表他們也利用這兩三層 來當作他們一種行銷跟創造話題的手段 好那回歸到今天是不是又扯遠了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越來越適合 參加這種爭論節目了 當然我們還是必須要把這個後照鏡加回去 所以我們先不動其他的部分 我們先給大家看看幾種後照鏡的形式 會造就出來怎麼樣的感覺 好我們先來用一個我個人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風格 一個牛角鏡 早期的時候在日本的很多這種 樹可達改裝上面常常會看到 就是從油杯起來之後 就直接拉到手把前面 很像是那種越野車的護功一樣 就把它擋在前面 讓他的這個後照鏡 等同於跟手把結合成一個元素消失掉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覺得 這樣子的感覺如何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現在看起來 是我覺得比較舒服比較簡潔的 因為他少了一個後照鏡的設定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種 這個手把的端直鏡 端直鏡其實最近幾年也相當的夯 那有的人喜歡放下面 有的人喜歡放上面 如果你說以原廠來說 開圈真的非常多 大量使用這個端直鏡 好的那這個就是 牛角鏡的感覺 在手把旁邊的牛角鏡 好再來我覺得 也是大家常常會想要改裝的 就是如果我把後照鏡 移到車頭前面 像是比如說像是T-MAX 560 會是長的怎麼樣 好我們來看看他的位置 在哪邊比較適合 我覺得可能要在下面一點點 這邊好像有點怪 如果今天我把他放在比較偏 車頭前面的部分 不考慮實際到底能要如何達成 這個可能就看你們 你們要怎麼去突破 或者車行 或開發部品商要怎麼去突破 那如果上移一點在風鏡旁邊 會是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比較合理的位置 可能是在這個位置 好那你們看看你們覺得如何 那以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我還是習慣剛剛一開始 那個手把上面的扭腳鏡 會比較順嚴一些 好的那我想我們先用這個扭腳鏡 來做接下來的demo 再來我們可以來做一些 比較特殊的變色 好你們看到畢竟他們這一次 所提供的四種車色 他的基底色車頭跟下護板跟車尾 都採用這個黑色的這個黑灰色的膠殼 並沒有特別去做一些其他顏色變化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如果整車都變成銅色 你拿去烤或是你拿去包膜 會變成怎麼樣 他每一個膠殼的質感跟本來顏色不同 我盡量讓他呈現出完全銅色的狀態 讓大家看一下你們覺得如何 他整體的真的是紋理做的非常的多 哇這個車頭你看那個折線 你看從上面那個肌肉線條到側邊 到車尾的那個外露鋼骨 他每個區塊都呈現完全不同的風格 工業設計方面真的很成熟做了蠻多細節 你看這個這個旁邊的這個騎片 鯊魚的騎片 所以如果你有打算把它包成銅色 或者是烤成銅色的人 你可以大概假想他可能會出現的樣子 可能會是這樣 再來我們再針對他這個外型去變化幾種顏色 讓你們看看說如果我今天是車頭換色 還是車下護板換色會是變成怎麼樣 好不好 好那我大概組出了三個 我個人覺得比較搭配他整體風格的色調 但是現在我都還沒有細條 他大概都是整車都換這個顏色 這個是有一點Tiffany的綠色 但是因為他是霧面的關係 所以他疊出來之後變得好像有點Tiffany In 這樣講嗎 對嗎 金屬的Tiffany In 好讓另外一個顏色呢 則是一個有點像是 藻紅色霧面金屬的爆藍色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在全車都包這樣子的磨的時候 或者是做這樣烤漆的時候 會是怎麼樣 我還蠻喜歡這個 這個有點Tiffany的感覺的這個綠色 我們來看看他可以跟其他車殼之間做跳色 做出怎麼樣的變化 先來把他的燈給挖掉 然後我們用一個很老派的做法 燻黑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買了Force之後 應該會去改一個LED大燈 我想這個其實也是他們官方所要呈現給你的 他把價格壓低 剩下的就是你自己改裝的預算 台灣其實在改LED燈真的蠻厲害的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期待一下接下來他們推出的一些改裝套件 包括他這一次兩側的這個方向燈 他整體的位置都相當的凸顯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的大燈跟旁邊兩側燈都換成LED燈之後 他應該可以做出還蠻多這種微妙的變化 比如說流水啊往前還是往後流 然後大燈的部分裡面可以做一些燈眉來呈現 好現在這個三種車色換上熏黑燈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寶藍 早紅 TIVNI 是不是越來越有改裝車的樣子 好再來呢 有一點我覺得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觀察到 這一次他給大家一個非常平整的一點 過去上一代他後面有個突起的靠背會頂到你 導致說任何身高的人坐這台車都好像要去救那個靠背 有的太近有的太遠 那這一次他就直接給你一個平整 這一點是非常加分的 但是這總是會有一個但是 在視覺上你就覺得整體好像有一點點單調 沒關係 那我覺得我們就把這個後面的靠背 微微的把它加起來加回來 然後呢我們把它設定的距離呢 可能會離這個前座後面遠一點 讓前座還是保有一個自由度 我們就來偷一下老大哥的後靠背 那我想呢這個基本上只是一個示意啊 到時候真正的比例啊 這些東西還是要靠你們自己去跟 改裝比如說坐儀墊的去溝通 給你後靠背的時候你嫌他 不給你後靠背的時候你又想把它加回去 是不是很犯賤 好這是沒有的樣子 這是加上去的樣子 大家覺得如何呢 接著呢我們就來做一些跳色 就像他原本所做的一樣 比如說旁邊的側殼啊 也或者是後面的那個這個鐵架的部分 鐵架不是這個車架 仿車架的部分 我們做一些跳色組合來看看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變化 也讓你們可以參考 到底如果你們要做烤漆或做包模的話 跳色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跳淺色的感覺如何 好我們再來 跳一個銀色好不好 它的顏色調暗一點 這個好像有一點質感 但是有一點俏皮 我把它調稍微深一點點 好這個有點像是跳一個霧銀的感覺 大家覺得如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土竹的部分呢 或許我覺得 或許我們可以把它做成 用黑色的土竹來呈現 怎麼樣 你們覺得如何 大家可以看 紅色的感覺 藍色的感覺 寶藍色的感覺 這個是深色 跳深色的感覺 如果前面土竹不用黑色 用上色 好那我們再換一種 紅色 另外再換一個 這個寶藍色 各位覺得如何 紅色其實配深色的側殼 跟這個外漏車架 其實還蠻有感覺的 坦白說我覺得深色是比較酷一點 但是我想要它比較亮銀的感受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成剛剛亮銀的感覺 各式各樣的組合應該都調給大家 你們就可以透過剛剛來挑選一下 你們想要的組合方式 再來我想動的是前途組 因為其實你剛才看到這個MOTO GP 雖然它的前面拉得很開 但是它的輪胎露出來的部分 土竹的部分是非常短的 所以我希望它的前面乾脆不要有土竹 也或者是土竹就是小小的 讓它整個輪框乾脆就直接 輪胎乾脆直接外漏出來 畢竟這台車它前後都13吋 它整體的比例配上小車架 其實還蠻有那種小鋼炮的那種 那種這種什麼 競技輕檔車的感覺 這個土竹弄死我了 這個土竹弄死我了 經過一番努力 我終於把這個本來很陨長的土竹 把它縮的比較短一點 然後我剛也試著去抓R1R6來喝喝看 但是都沒有比較好的組合 我覺得我現在這樣看起來 這個土竹還沒有到很滿意 剩下就交給這個改裝的品牌 你們自己去打造一個俐落有漂亮的土竹 我想現階段這個樣貌就是我覺得 整體的比例看起來比較能夠呈現那種 鋼炮性格的FALSE的感覺 再來我覺得可能我們就來試試看 RV的人比較需要的長風鏡的部分 先不管它的鎖點合不合理 但是我們先用它本來的設計元素 來做一些延長它的風鏡的做法 因為我認為他們現在的短短的風鏡 整體的俐落感覺是跟它車頭的零線是有搭到的 開起來之後這個大風鏡就用它原本的造型去延伸 我覺得至少它可以擋到可能在你胸口左右的位置 可能你的臉還是會被吹到 但是我覺得至少胸口不用撞風 其實我們可以試試看 是後照鏡採用前面的後照鏡 看看會變得怎麼樣 我想這個就是用一個前後照鏡 來搭配一個長風鏡 我覺得有些人會喜歡這樣的組合 但是以我自己看 我覺得好像還是本來的感覺是最搭配 另外我覺得如果假設 我們今天是一個比較像是大洋的風鏡 所以我們接著我們就來帶大家去 偷一下XMAX的風鏡 來組組看 蠻意外的 蠻意外的XMAX的風鏡還蠻適合的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XMAX本身 它這個透明的風鏡看起來就很自然 所以它把它裝上來會比起我剛剛硬把 FORCE原廠小風鏡拉大 來的看起來更加自然 所以我覺得如果廠商為了這FORCE2.0 開發這種長風鏡 應該出來的樣子就很接近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它整體的感覺 很像是那種歐洲會看到的那種大洋的氛圍 把這個後照鏡改成前後照鏡 來看看到底它搭不搭現在這個風鏡 我覺得整體來說好像有比起剛剛有搭一些 剛剛的這個原廠硬拉大的有搭一些 但是還是沒有到很讓我覺得很滿意 好那我們就把它復原成本來的牛角鏡 最後我們就用長風鏡的版本切換成這幾種顏色 給大家看一下 綠色紅色 還有這個很YAMAHA的霧面寶藍色 這個交疊出來的藍也不錯 好啦我想FORCE2.0的造型研究所的第一張 我們就做到這邊 幫大家掩飾一些比較實際的考量的變化 並沒有做一些大家沒辦法達成的事情 接著我們可能就會針對FORCE2.0 直接來做一個紙上改車 讓它呈現出我自己覺得最帥的樣貌給大家 好如果你是對FORCE2.0非常有興趣 也或者你已經訂車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下一張的造型研究所的紙上改車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精彩 接著我跟RB編七七字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